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的话语如同全甘露 在早晨的时光能够临到各位 今天我们要来到 路加福音第七章 那今天的经文选在第七章 百夫长的信心 在第七章的开始 提到耶稣进到加百农这个地方 那有一位百夫长 封闻耶稣的事 他有一位仆人 因为生病 所以他来求耶稣 能够医治他的仆人 在这个故事当中 或许我们不陌生 但我们知道 这个百夫长 他被耶稣称赞 因为耶稣说 在以色列通国中 他没有遇见这么大信心的人 然而这个百夫长 应该是外邦人 在当时候 可能是罗马的军官 而这军官 居然认出耶稣 就是基督 就是救主 所以他相信 耶稣一句话 就带着权柄 一句话 就能够使他的仆人得救 因此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知道 这个百夫长的信心 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有三点 让我们有深刻的学习跟反省 第一 我们是否对神 有完全绝对的信心 有时候我们对神有信心 但不是完全的 因为许多时候 我们总是等到 自己的方法用尽了 自己的努力 试过了 才来到神的面前 祈求神的帮助 我们对神有信心 但不能只信一半 不能只信70% 就像高牧师所说 我们使用降落伞 我们不能说 这降落伞 有70%的成功率 我们要的降落伞 是要100%的 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 若没有100% 我们就不能够得着 第二 这个百夫长是外邦人 所以透过这个机会 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身为基督徒 有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 会不会比外邦人还更少 有的外邦人 把假神当真神来拜 求主帮助 我们能够把真神 当作真神来敬拜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不是来到教会 才敬拜神 我们乃是在生活 最小的世上 我们就敬拜神 我们就相信 上帝 是真神 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情 我们能够 说 主啊 这个我自己来就好 主啊 这个你休息 没有的 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要认定它 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要相信 这其中有神的带领 最后 你对神的信心到什么程度 这个百夫长说 主啊 你不用到我设下来 因为我不敢当 有时候我们对神有信心 但是我们没有把神 当作一个超然的神 来敬拜他 有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 可能是平等的 但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福福 让我们敬拜 让我们每一天 有领受他的带领 求主赐给我们 如同百夫长的信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相信 主啊你是真神 我们相信除你以外 也无拯救 你知道我们的困难 你胜过我们的软弱 求你 让我们在工作当中得胜 在困难当中得胜 荣耀赞美 归给你 我们这样敬拜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